我們來請教一下陳冠宇老師 很多人喜歡在家裡的庭院 或者是說客廳 擺什麼動物 你覺得什麼不能把 剛才補充剛才 台中捷運這個案子 我常常建議這個建築師 因為我們常常在這個建設公司 當顧問的時候 我們常常在建築師在談的時候 不要愛作怪 他把他賀頭 放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是怎麼樣 他把他講成是 捷運道就是蜈蚣 鸡可以搖蜈蚣 是 所以他就擺了這個鸡 在他的建築物 這個鸡要搖蜈蚣 結果這個鸡他把 因為擺鸡不好看嘛 那為什麼要搖蜈蚣 風水煞就是用雞在剁 剋煞 化煞 所以擺公雞 風水中的蜈蚣 所以很多人在擺風水說 前面有電線乾 就擺一個公雞 就用公雞這種在化煞 其實像他這個就是愛作怪 把它化為這樣 捷運這一條 他把它講成就是蜈蚣 其實你要看 它是一條龍 你為什麼把他怕成這樣 對不對 這樣說得好 他是龍 他不是蜈蚣 你要擔心什麼 所以你愛作怪就用雞 那雞又擺了公雞 在大樓什麼搞什麼 很難看 就賀頭就做造型很漂亮 歐洲的造型全部拿下來 擺上去了 完蛋了 所以這個發凶的時間 所以石經的燕燕 就是跟這個有關係 因為跟流年嘛 所以風水不要愛作怪 建築師 尤其建築師朋友 你在設計一個房子的時候 好好的做 很溫和的做法就好 這是一個大的 一個箭矢外觀 那我們自己家裡面要擺東西 有沒有關係 一定有關係 所以你要擺東西 大小的一個擺件 那個擺件的這個物件當中 好壞 樣式一定會影響人的情緒 影響這個壽性 這個物體的那種靈性 所以我們看說 最好不要擺放的風水擺是什麼 我們介紹第一個叫做 大門口擺放金錢豹 它容易意外 雪光黏黏之香 各位金錢豹是很漂亮 而不是爆發 爆發的意思嗎 它是 那個紋路是像錢而已嘛 所以你說爆錢 爆錢 爆錢 對不對 各位想想 所謂最難幸福的動物是什麼 爆 你看獅子 我們在馬戲團裡面 沒有看到爆表演嘛 都獅啊 象啊 獅啊 象啊 福啊 都可以 我們最近台中金錢豹老闆 被抓去關三個禮拜了 對啊 董事長袁董已經 被抓去關三個禮拜了 所以爆是最難幸福的 所以你要爆 你要擺在家裡面 可以 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像他擺在門口的時候 他又擺得這麼凶的一條爆的時候 你會產生什麼 每天進出這個地方 爆他不會分你 你不能信服他嘛 那怎麼樣 主人一樣照搖 所以你在時間一到了 流年一到的時候 他就搖你了 那什麼時候會到 狗年 龍年 龍狗相沖 我們在地支相沖的時候 那流年到 他就啪 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看過 因為經過這時候 其實上風水就是一個統計學 我們幾十年的統計下來 經驗是告訴我們 他會有這種狀況 所以爆 那要怎麼辦 萬一你買了 大部分人都擺在門口的是最糟糕 擺在室內還好 但是很容易化解掉 爆會咬人 你要給他咬什麼 錢 建造一個古銅錢 大大的一個就是 鐵片做了 就給他咬在這個嘴巴裡面 咬了錢 咬進來 說抱錢進來 抱負 對不對 抱錢就大抱 抱花負 對不對 抱錢進來 抱就在 真的 所以咬了錢之後 他的嘴巴咬錢就不傷人 這就風水就把它 一個很兇的東西 把它化為溫和的作法 所以抱的東西 不要亂擺 要的話你一定要用個錢給他咬 那錢 前面還給他 再弄一個盆 弄一個巨寶盆 弄一個大碗弓都可以 擺到前面放點硬幣 要錢咬到這裡就好了 這樣才會乖 自然不傷人 所以特別 抱不能擺 第二個常用 看到最多的是什麼 剛開始大陸我們這個 去看兵馬俑 大門口擺放兵馬俑 招音病痛黏黏之香 有嗎 有沒有 有 有一陣子的流行 很流行 對 大家都買 他買了兵馬俑 都負責買了兵馬俑 有的是真的是古董 有的是從那時候早期 大陸開放是從大陸真拿回來 是不懂的 當年剛開始的時候 有那個走私的 拿回來擺的像 像我看過很多 他們擺在庭宴的 擺在庭宴 擺在門口的 一擺全家沒有平安過的 那如果是假的人 假的他可能沒那麼硬 就沒事了 尤其在地底下埋的那個東西 已經這樣 但還是有形 有形 那很糟糕 但是你假的擺酒之後 靈會進去 因為像的東西 靈就會自動 有些無像的東西它是 但是我... 它那沒得去 就像我們雕刻一個菩薩 在雕刻事物 在雕刻的時候 他已經適宜他一種能量了 這個菩薩雕出來 如果你在生氣 雕刻事物生氣的時候 雕出來這一菩薩 一定是生氣像 他今天很高興 雕出來這菩薩的像 一定很高興 所以那你把他請回來 放在這個地方 他就造就你的情緒 所以你兵馬俑買了這個 兵馬俑都是很凶的 埋在地下那麼久 他那位都哭喪著臉 所以哭喪著臉 一定都是那個陰氣 所以廢氣在這裡面 到一進去之後 他在這個家裡面 自然而然慢慢累積... 陰氣聚集在這個庭宴 尤其如果擺在我們的大門口 每個人進入這個家門 就經過這一股陰氣來生煞 那自然而然就導致 家人的病痛連連 陰氣就會導致 人的身體血液循環不好 因為人是癢 癢的時候陰氣過重以後 它不能均衡 我們血液循環就不好 血液循環不好之後 慢慢就會產生病灶 這種病灶就產生 人的新陳代謝不好 各種病痛就會產生 所以我們看過很多腫瘤現象 很多你在一個女性 有時候假擺著兵馬俑擺之後 最多是什麼 家裡面女性最快發生問題 都是子宮 卵巢 乳房 除了婦女病產生問題 所以建議我們 命運好玩的觀眾朋友 這些東西都不要亂買 尤其有些古董的東西 又地底下跟死人陪伴在一起的東西 不要隨便亂買 一買回來你放在家裡面 不知道放在哪裡 放在倉庫 放在客廳 放在外面 都不好 所以要特別小心 給各位做參考 這邊問一下韋志 自己意外發生實在太恐怖了吧 這個鳥喔 我們台中最近八字太輕了 5月4號發生那個 5億百億那個18歲的男生 對 這個是5月10號12點27分發生的事情 差不到一個禮拜 那麼這在文新路 我們豐樂公園附近 這一棟某某建設公司蓋了這個 它總共有569戶 它的總戶數很多 小坪數 所以單價 大概介於32萬到42萬 沒貴啦 那這間建設公司在台中的 暗地很多 那就不要說 但是它這個賀駝鳥 我們俗稱叫澳洲食火雞 它身高跟我們的篤鄰兄 跟篤鄰兄一樣高 挺重跟你一樣重 它的爪大概就有10公分 那當初為什麼會弄這6隻 我們在座的老師前面 應該可以解釋一下 因為當初就很突兀 因為在捷運旁邊嘛 那麼它在附近的利率條件 很好的知名的百貨公司 知名的戲院都在那裡 其實這個建案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在捷運按照 大眾捷運法第45條 你在捷運旁邊裡面 要禁鑒跟限鑒 你如果要做工庭 你要當公庭 當地的利率 跟公共有什麼計劃 給台東市交通局 說我要施工 施工之後 這裡可以來派人監督 監督 如果要施工 你也要暗時 不要離開 所以這個旁邊的安全設施 做到沒什麼 最冤枉的是我們鯨魚大學的那個 那個林教授 那個人剛才在那裡的時候 12點26分 進入車站的時候 到了40秒之後 撞到那個 比較捨不得的是說 這個林教授是很好的教授 過了50幾分鐘之後 才知道 騙人壓在底下 那如果第一時間 黃先生還有救 那第二時間你怎麼救 所以說 所以說大家就開始說 這棟建築物 旁邊還有這個好圖而已 澳洲的這個石火機 本來就突兀了 另外這一個人說會嚇人 那一點就說 他是說維護住戶的什麼 權益 安全威嚇 待會兒我們前輩 大家可以提一下 到底說怎麼處理哪裡 不知道 問登科老師 好 我把這個圖片 做現場的來解說一下 這個人家說有形就有靈 有靈就有硬 所以就會感應 就會發生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地方是不是一個蒙白 這銀營 對啊 這不是像一個墓碑嗎 是我們歐洲建築很多這種 對 然後它在它的整棟大樓 前面就五個墓碑在前面 有這個角度 再來墓碑裡面再一個墓碑 墓碑裡面再一個墓碑 所以有三個墓碑 掛在自己的門面上面 墓碑會怎麼樣 噪音 所以就容易會有憾事發生 再來 你要不要看到這一個是什麼 是獅子的概念嗎 還是什麼 一個獸頭有沒有 野獸的頭 是 你看兩個眼睛 對 還張了一個嘴巴這麼大 這牙 還有牙齒 對 然後呢 是不是會咬人 是 那就會發生更大的憾事 所以你看那個撞擊點就在這裡 就在整棟大門 正中央的正前面就在這個地方 那另外剛才教授有講到 在它的門面有六隻的賀駝 那個賀駝 是有所謂的殺人鳥之稱 因為它可以把一隻鳥 一個人 這一個折呢 然後又說 就是把它分屍了 是 是 食火雞很大隻 而且它的那個爪子很有力 然後你給它 對 就等於開場破肚 所以這個被人家講說 是所謂的殺人鳥 你把它掛在整個大門口前面 所以 因為今年是兔年 兔年呢 跟雞不是正充嗎 這個不是雞嗎 所以就發生在今年 發生漢似的地方 就在整個五個墓碑的大門口 正前方 這 這個意思 這個要怎麼改善呢 你看 這個太兇了 是不是我們可以把它換 那個聚寶盆 或者乳液之類的 不要這麼兇 這樣子來講就可以改善 有人說把它塗成灰色的可以嗎 金色的太亮了 用顏色也可以 向低它的能量 應該是這樣 如果把這個鳥 這個眼神不要換成那麼的銳利 不要那麼兇猛 或者甚至能夠把它換 那個比較和善的 吉祥如意的 鳳凰都可以 你都不要把它變成 這麼兇猛的賀妥在那邊 老師 那這個咧 這個是我們司法院的走廊 那其實呢 司法院的走廊是這樣 就是說因為它那裡叫機關 公家機關 所以機關的地方 我本來就是要權位至上 那你用這樣的墓碑形狀 有沒有 以前人家說 這個機關 這個戒備森嚴有沒有 它可以這樣子沒關係 但是在住家 這個就是住家 不要用墓碑用在自己房子 噢 所以有分聚家跟公家機關 所以公家機關沒有關係 但是住家就絕對不要把墓碑 不要把這種兇猛的東西 掛在自己身上 噢 謝謝登科老師 謝謝 謝謝